好 述卿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对于武汉实验室的外泄非常的不满 而且呢 在美国内部反中的鹰派认为 天知道什么时间点 北京或者中国会不会再出现实验室外泄病毒 对 所以蓬佩奥就特别强调 他说现在武汉实验室还在运行当中 但是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显示这个实验室有改善安全措施 所以再次发生这个病毒外泄的风险 是非常真实可能存在的 所以他再次强调 不论花几个月的时间或花几年的时间 必须要知道说 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他也觉得他们国内两党必须为此努力 就是他们最后一定要追征 像病毒是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 可是除了追究病毒是哪里来的之外 现在其实全球各国 除了现在市面上已经问世的 这几大疫苗款之后 各国自产的疫苗其实也陆续问世 其中包括印度 印度最新的疫苗叫做Kovacin 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跟美国公司合作发表出来的 那这个疫苗它本身是一个减活疫苗 跟科兴他们比较像 那如果针对他们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说 它整个对所有的保护力 大概整个有77.8% 但是重症的预防力有到93.4% 而且因为你也是知道 刚好前P4 印度刚好是Delta病毒很肆虐的期间 他们也有发现说这印度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其实有将近七成有65.2% 那其实呢美国的CDC也针对说 那真正打这些莫德纳这些mRNA疫苗的情况呢 他用那个我们叫真实世界的数据 就是真实世界在前线的这些作业人员 他们真实打了这个莫德纳疫苗之后 真实保护状况是怎么样 他发现这个保护状况蛮好的 其实呢包括呢只接种一剂都有81%的保护力 那如果接种完整两剂呢有91% 而且很重要是及时染疫 这症状都非常的轻微 而且比较快痊愈 那除了印度的疫苗已经出来之外 还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古巴的第二剂疫苗 也完成了第三期临床试验 大家知道古巴这个国家真的 其实呢 他因为1960年代被美国经济封锁 那经济封锁也包括他这些医药用品 所以他们一直非常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医疗 所以他们其实算是医疗大过 他们每千人当中有9个医生 你知道如果换算这样子台湾应该 照他们比例要将近20万个医生 可是台湾现在职业登记应该是7万多个医生 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医师非常多 所以算是医疗非常充沛的国家 所以他们从疫情一开始他就知道 他们买不到外国疫苗 外国不会给他们疫苗 所以他们开始发 他们发展有5支要候选疫苗 总共有2支已经开始使用 一支叫主权二号 一支就最近发表这个叫做Abdala Abdala为什么特别让人家注视 是因为他最近第三期临床试验 发现他的保护力又到92.28 不过Abdala的打法要打三剂 所以他的92.28 他们当时其实古巴很有意思 他开始发展疫苗的时候 他做完二期他要做三期 可是他们早先要做三期的时候 古巴的疫情其实不严重 所以他甚至到中东去伊朗去 就在那边收案 然后才完成这个 他们整个收案收到4万多人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临床计划 所以显然就看起来 他的保护力是真的很有保护力 而且定位一个重点是 他们跟台湾发展的一样是蛋白质疫苗 他这次蛋白质疫苗是利用酵母菌 去把它培养出他需要的这个极蛋白 这个spike的蛋白 所以看起来跟台湾发展的东西很像 如果他这个保护力 我相信台湾的蛋白质疫苗 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表达出很棒的保护力 可是问题来了 古巴这个疫苗很不错 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智力他们就不一样 智力大家知道 他们比较多的比例打的是 中国科兴的疫苗 那之前就有人说 打疫苗那么高 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多人染疫 然后重症什么也还是多 后来就发现说 有没有可能跟他现在发 现在他们盛行的叫这个 Lambda变种有关 因为他们智力去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三分之一的病例 是属于这个新的叫Lambda的变种 然后他们发表一篇论文就发现说 如果他们去采那个血清 就会发现 即使打过两剂的科兴疫苗 那比较这个Lambda 还有本来现在的流行Alpha 还有之前的这个Gamma 就是在南美比较流行的Gamma 会发现这个Lambda 特别会逃脱这个综合抗体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下 使得他们打了两剂疫苗呢 还是没有办法保护 好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